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对吧 那是上里的内容 那这一开始呢 咱们就把计算器 咱们需要的间调 和接受过的数据 咱们给它实现出来 好吧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做个程序 那首先要得做一个计算器的程序 那妹子 计算器的单词怎么偏 哥哥我实在英文稍强一些 也没记住 要不然咱们就用计算器 好 妹子还有电解 大家平时写成语的时候 尽量不用拼音的所写 这儿写计算 不是GNP 计算器 对吧 点PARP 那刚上节课呢 咱们是用两个文件 RTM和服务器短两个计算 对吧 对 那这节课呢 我把它写到一个里面 表单写在一个 和PARP写在一个里面 因为他说了 PARP是内嵌到RTM中的 什么交本语言 对不对 所以是可以混合在一起写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节课我们先把肩面来完成 好吧 首先先把RTM部分写完 RTM 鞋盖RTM 然后HDD放在头里边 鞋盖HDD 然后咱们来个开头 鞋盖开头 然后这块写到是简单 计算器 OK 然后这块来一个AVOLITY 咱们围练的格式工整一些 这块我写个表格好吧 嗯 Table 写这 Table 然后表格呢 我直接就不用写SI写了 咱们最主要是 PARP部分就在 那我就不用样式写得非常美国了 我直接用RTM的属性来做一些格式 BODGE给个边块 一个 然后宽度 比如说 400或者500都可以 然后呢 RIG 要它放在中间 对吧 然后我们这会来一个 CAPTL放标题的 标题咱用H1字体 好吧 写这 CAPTLN 大家对RTM如果不熟悉的话 RTMCi加了Cuprogram是学其他语言的一些做界面的基础 所以呢在学任何一本语言之前先尽量把些简单的语言先过一遍 好吧 当然你除非做专业的美工 你需要很深的技术 或者的话对一些常见的标签了解即可 OK 然后我们这块写个 计算 计对吧 那既然标题多加简单的了 那也是来个简单计算器吧 别人能误会写多么复杂的 对不对 然后来一行 所有的数据是不是在一行里边 刚才看到的 里边分别有 对 在一行里边有TD 鞋盖 TD 这是这个表格里边咱们放第一个运算员 再来个TD 鞋盖 TD 咱们出放运算符 再来一个TD 再来一个鞋盖 TD 咱们作为另外一个运算员 然后再来一个TD 就放一个什么计算按钮 是不是就可以了 它是一行 所以就写在一行里边 然后呢 我们需要的呢 它需要的是一个表单 对不对 所以呢 这表格和表单 它来欠套 然后 它既然签到在这里边 写个 可以吧 那当时提交给自己 Action你可以不写就提交给自己 或者直接写计算器点 PP也可以 OK 然后方法 咱们说最好用什么 表单 提交最好用POSE提交 对不对 服务接收用POSE接收 然后这里边写上 第一个input类型等于 TST文本的名字等于 NUMD 我叫它第一个运算员 可以吧 然后微流值 咱展示一下它会空 是吧 然后BR换行 然后再来个第二个运算员 input类型等于 TES TST 然后名字等于 NUM2 第二个运算员 微流值也是那空的 当然你可以复制巨型 两个运算员是不是有了 但是这个末日的文本会很长 对不对 所以当运算的数不大的话 比如说等于5个 让它好看一些 就是要在显示的框的长度 怎么的 小一些 对吧 然后这块 中间部分 咱们用一个下拉列表 做的是运算符的选择 所以这块咱们 SERET SELECT 所以一个下拉列表 斜杆SERET SELECT 里边每个下拉列表 像是Occation 对不对 斜杆 Occation 然后传的直 然后微流值 在这传 对吧 名字在这写 预算符 用英文怎么说呀 一听位子的语气就比较长 所以呢 预算符就这么写 预算符 简单一行 当然你最好是用英文去写 大家能理解 这是预算员的第一个变量名 这是预算符的变量名 这是第二个变量的对 然后我们这块可以写上加 加那这块可以有什么末日之加 减乘我先用X代替 看着好看一些对不对 除这块什么 对球膜 分一点就个球膜 这块X 这块减 看到了吗 那我们这块 做完事了 还差一个谁呀 差一个计算按钮 对不对 input类型等于 submit 然后name等于sub 对吧 然后微流值等于 计算吧 对吧 数两个是计算 那我们通过这部分 是TMR部分 我们看一下 那已经input的放在里面 放在里面 放在里面 input的 放在里面 放在里面 这个是吧 剪切一下 放到这来 这可以像样了吧 来我们看一下 刷新一下 这上一块 我们把它写到了计算器这里边 对不对 计算器点 PRP 好 你看一下 我们这边是不挑战 对吧 那如果你不想要表格呢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 边块变成零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呢 这就好看吧 计算器 这块假如说我输入十 这块输入五 对吧 这块可以选择 十乘五 然后一点计算 下边就出现 十乘五 等于妹子多少 五十 恭喜你都给抢拿了 要的就是这下五 让它显然在下边 好吧 那现在咱们说了 服务器如何接收呢 对吧 服务器如何接收呢 嗯 对吧 七条的是不是可以等一面了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可以在认识的地方 是不是插入PRP一面了 那我们看一下 姐妹接收过来 对 接口网号 用什么 V DOM 当然数 主义 扑拿之类的 都可以打印 对不对 打印一下 DOM 下边就POST 你看一下 我们 能不能接收数据 刷新 是不是这时候就有那值了 嗯 没有 然后我们呢 点T交 是不是 都接过来了 嗯 第一个运算员 运算符 第二个运算员 还有这个 是不是都接过来了 嗯 那你看 我现在刷新 是不是也接过来了 对吧 嗯 那我是刷新的时候就计算的 还是点T交按钮的时候计算的 对 点T交按钮的时候计算 而不是说刷新的手续计算 就这样 所以当这话呢 得判断一下 怎么能区分是刷新 还是点T交按钮呢 接过过来那个 SUV 那看一下啊 点B 嗯 这个变量 你保证用户输入的 不为空吗 不能保证吧 嗯 这个变量 你保证用户不为空吗 也不能保证 那这计算按钮 如果有名字的话 你只要点按钮 这个SUV这个肯定会提交过来 对吧 通常咱可以这么去判断 看怎么判断呢 这块啊 看一下 如果用A字赛 是A字赛的 为了这个变量 这个工具的函数是判断什么的 判断一个变量数据 对 判断一个变量数据 那判断谁啊 判断刀是不像POSE里边的 咱们说其他的是用输入纸 是有可不确定性的 但这里边有个固定的SUV 对不对 SUV判断什么 这个变量是否存在 如果存在的话 这块我就可以输出什么 用户是提交了 对吧 这块否则如果用户那一点提交 你有执行到这块 干嘛 我这块输出一个 用户是在刷新 对吧 对吧 那现在我们看一下 下边我再输出一下 块行 看一下啊 能不能取分开 我现在 同行 你看 我现在这干嘛 刷新 是不是刷新 我先一点这个 你随便输一些数 是不是用户提交了 对不对 所以只有提交了咱们才去处理计算 不提交不处理 你看这块咱们现在用到了是不是就是一个双路分支的一个一团端呢 咱们复习的双路分支 也复习了如何接受数据 对不对 好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这节课咱们就做到了一个简单的界面的编辑和数据交给服务器 对不对 那下节课咱们就得把计算器的基本功能实现了 好 谢谢大家 咱们这一刻就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